小鱼给大家介绍几个马拉加斯加的这个 独特的行业 给大家看一下马拉加斯加这个卖瓶子的 这个嗨 波子在洗瓶子 洗完了之后在这边 哇 洗得好干净啊 这个都是他们回收过来的瓶子 然后洗白白就洗成这样了 这还有一个小宝宝 跟他妈妈在一起 哈喽 好可爱 嗨 嗨 嗨 这里好多卖瓶子的呀 你看 这个都是各种各样的瓶子 还有这个塑料瓶 哇 这个什么都收啊 这整条街都是卖瓶子的 还有马拉加斯加瓶子一条街啊 这个水好脏啊 哈喽 他这个很多喝洋酒的 所以他这个洋酒啤酒的瓶子很多 但是我第一次见那个当街洗瓶子的 这个马拉加斯加这个工作挺独特的啊 这在一个车站附近 这个牛奶罐子也有 这另外一个马拉加斯加独特的这个职业 这样工作的都聚集在一起 这个马拉加斯加的因为工业不是很发达 所以他主要以这个手工业农业为主 看这个做件衣服都不贵啊 老哥 这个马拉加斯加把这个 咱们这个佛刃鸡文化发展的灵异尽致啊 这个整条街都是佛刃鸡做衣服啊 这个修剪衣服的 在这个菜市街发现一个小baby 大家看看他的脸 嗨 哇好可爱啊 他在跟妈妈在这个做生意 吃东西好可爱 他跟他妈妈在这边 哦 这个是卖钱的 有邮票 哎 我买点这个邮票 这个钱币应该是马拉加斯加这个老钱 哇 很多哎 嘿 你在跟我玩 你看 他在跟我玩 这个马拉加斯加这个特殊职业挺多的 就很多咱都没见过 或者是他们把这个发展成为一种职业 你看这个 这个全部都是小钱 我买那个邮票 这个纸箱子里面跟大家妈妈在卖东西 哦拜拜 拜拜 在马拉加斯加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小吃啊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看上去有点像那个树干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哦 库巴 我尝一下啊 尝一点 我看看 哦 这个大姐买的 哦 耶 OK 长一点点 这个我在那个网上这录片有看到过 他说这个是里面有米粉还有米 卷在这个香蕉叶上面还有糖 你看这个 哇很甜腻腻的 一块多少钱 一点点 小点点 让它切一点 哇 他用这个巨大的海绵擦一下 用报纸包啊 像那个烤面包一样烤吐司 OK 看一下 嗯 这个多少钱 超钱给他 哇 这种塑料袋装 他这边在那个车站啊 经常有卖这些食物的 我来尝一下 给他个5000的 哎 他这个啊 一开始是一大条长形的 非常长的 快一快的切啊 找我3000 2000这么一小块 尝一下 我在这个旁边有一家店 是那个吃点餐的 进来吃我这个coba 这个里面还有花生呢 这个黑黑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么黑 国内的粽子 哎呀这个没洗手 没地方洗手 直接用手拿吧 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这个像粽子 但它有这个边边 这个边边的话像米粉 嗯 我的这个茶来了 配我这个 点了一杯茶喝 它有一点那种烟熏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 包到那个椒叶之后 烟熏之后把它做熟的感觉 嗯 它那个甜甜的 但是不腻 我点了一杯茶 配我这个coba吃 但是这个杯子上面 我发现还有口红硬润呢 都没洗干净 哎呀 这两种搭配应该还不错 这个就相当于那个 马达加斯加的甜点 它这个手捏的话容易把它碎掉 我打算这样吃 哈哈 嗯 它外面那一圈米啊有点馊 然后中间那个比较紧实 吃那个花生骨粉 嗯 花生和糖 但这个吃多了 会有点腻 要喝点茶 嗯 这样搭配挺不错的 嗯 还给大家看